热巴怀孕的瓜当时闹了那么久 现在表辈们应该也看出来了 就是假消息 他这么多活动 的确是没有怀孕的 但也有人好奇 为什么不早点正面辟谣 平息这个争议呢 甚至到现在都还没有直接回应 今天热巴接受采访 才算终于对这件事情做出了正面回应 热巴先是说了这样一段话 大致意思是不要太过关注他的私生活 工作的时候就好好工作 演员只是一个职业 关于怀孕 他是这么说的 一个女性 不结婚不生小孩 结婚生小孩 结婚不生小孩 都是个人选择 什么时候大家去讨论一个女性 可以跳脱结婚生孩子的思维框架 也许才算是一项小小的进步 他也说 怀孕时谣言 一开始看到谣言 会生气 但是渐渐的 就只有好笑 哪怕我每天开直播跟大家澄清 不幸的人 还是有不幸的 这个采访出来之后 引起了不少的争议 粉丝是比较高兴的 也拿着采访正面回应谣言 觉得热巴这段话说的也非常清醒 但是也有人觉得 娱乐圈的人 本来赚的就比较多 也是公共人物 关注他们的私生活 也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 还有人觉得 早期他吵 CP也算是私生活受关注的一种 现在这么说 不合适 只能说热巴目前还是缺少作品 要是真的有好一点的女主作品 争议也会小一些 现在走的流量路线 私生活肯定是要受关注的 不过今天这个辟谣之后 还有人觉得 热巴只辟谣了怀孕 没有辟谣恋情 不要关注私生活 感觉也是一有所指 像是在打预防针 不过也许下次采访就正面回应恋情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